哈囉 大家好 我是路獎 大家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有沒有嚇一跳呢 其實大家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呢 我現在人已經在台灣的防疫旅館 現在台灣外面在下雨 台灣外面下雨像是那種稻的一樣 啪啪這樣子下雨 給大家看一下我整理行李的畫面 哈囉 大家我現在整理回台灣的行李 現在呢 放了衣服 還有要給家人的伴手禮 還有保養品 化妝品跟隱形鏡 感覺都差不多了 然後我另外一邊還什麼都沒有放 想要趁回來的時候可以多塞一點台灣的東西 然後回家也不會太重 然後我在煩惱 要不要把這個帽子戴回去 因為這個帽子可能在台灣的話會有點太突兀了 就是我的白木耳帽 可是我覺得很可愛 還是帶回去好了 那我們現在坐在那邊 我現在是拿的衣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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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現在是拿的衣服嗎? 有什麼東西嗎? 不想忘記了嗎? 不想忘記了嗎? 欸 什麼事? 你一回查看了嗎? 確實 我還沒做過 之後我就沒有回台灣了 所以就真的沒有經驗 然後什麼都不知道 想說會不會什麼東西漏掉 還是什麼東西沒做好 到最後就不能回來什麼的 就非常的慌張 所以我就想說 我也可以拍這影片跟大家分享 然後入境台灣之前 需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這樣大家就不會漏掉 也希望可以給之後 要從日本入境回台灣的一個參考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那首先比較沒有那麼急的就是 你要先決定 你要什麼時候回台灣 那什麼時候再回日本 先稍微跳一下 如果你之後有要回日本的打算的話呢 在機場出海關之前 一定要寫在入國許可 好那繼續切回我們的主題 決定好去乘日期跟回乘日期之後呢 首先就是要訂機票跟防疫旅館 那我這次是購買中華航空 從日本雨田飛台北松山 時間是中午 我覺得它的時間還不錯 就不用前一天要睡機場什麼的 那也有其他連假航空的選擇 例如酷航什麼的 它的價錢也比華航便宜很多 但是因為酷航 它好像是從成田機場飛台北桃園 那我是住台北 所以對我來說 就是這個距離就比較遠一點 就有防疫旅館想要訂在台北的 從台灣回日本的機票 好像也都是台北桃園的早上 所以就變成是前一天 可能要比較辛苦 要飛回桃園 那我跟我家人討論之後 就覺得不要省那個錢 就還是做花航 至少時間跟地點 對我來說是比較方便的 所以大家購買機票的話 也可以多拿幾家航空公司來比較一下 那我自己是蠻早之前就買了 所以它的價格我覺得沒有很貴 來回好像差不多五萬多日幣吧 那至於防疫旅館的話 因為現在防疫旅館真的非常熱門 請大家至少一定要在一個月之前 開始上網找 訂購的時候也要注意有沒有副餐 沒有副餐的話會比較便宜 那你可能就要看一下你的飯店 它的外送時間是送到幾點 每個防疫旅館應該規定都不一樣 可以先查清楚 然後想一下自己可能需要什麼樣的機能 例如說你一定要有陽台 還是你一定要有浴缸什麼的 你越早訂你就越有選擇 選可以決定這些事情 好那接下來就是比較急的 就是在你的班機48小時前你要做的事情 首先是防疫旅館訂房證明 那你找好防疫旅館訂房之後呢 防疫旅館他們會提供你訂房證明 上面會有防疫旅館的清楚資訊 包含防疫旅館的名字 住址還有防疫旅館的代碼 這些都是為了入境的時候 很重要的必要資訊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把訂房證明 印下來比較保險 我自己是有印下來 然後隨身帶著 下一步呢就是要取得PCR的檢測報告 那也是要在表定航班的48小時之內 你就要取得這個PCR的陰性檢查報告 日本有非常多地方可以做檢測 應該大家隨便在路上走一走就可以看到 但是很多都不符合入境台灣的時候需要的格式 一定要查清楚 他這邊附的PCR檢測證明 有沒有符合台灣需要的格式 語言的話呢要是英文或中文或是中英對照 我自己的話是日文和英文都有 那需要登記者的護照姓名 出生年月日還有護照號碼 採檢日報告日還有核酸檢驗方法 大家一定要注意 你的護照的名字 一定要被你的檢驗報告上面是一樣的 因為我那個時候好像就多寫了一條 還是空格 那我那時候去檢驗的時候 醫護人就跟我說這個要再三確認 也真的是好險他有跟我講 才可以讓我直接在醫院做修正 真的是感謝他們 那我這次選的醫院呢 是我朋友他推薦我一家 檢測費用只要日幣7700日元的醫院 一般來說檢測我自己查到的 都要1萬日幣以上 價格上來說真的檢測很多負擔 畢竟回台灣一趟真的要花非常多的錢 找好醫院之後進行預約 大家一定要上網預約喔 不能突然跑過去 一定要預約 這真的非常的重要 那預約完之後呢 會收到醫院機過來的E-mail 那信件上面有寫說 要下載日本的官方 買SOF的APP 因為我朋友跟我說 那家醫院的醫護人員 會很細的教我 所以我只要先下來下來 那我自己先不用動沒有關係 所以我就先下載下來之後 然後當天到醫院 醫護人員他在教我一步一步用 這樣比較不會用錯 我也覺得很放心 他們醫護人員真的人很好 太感謝了 那當天我是用口水檢測的 那我那個檢測室 他前面還貼了一張很大的海報 非常多檸檬的照片 還有大家在吃檸檬的畫面 應該就是為了讓我們分泌口水用 我覺得很有趣 很可愛 那那一天我是中午去測 那結果呢 差不多傍晚就出來了 真的還蠻快的 結果出來之後呢 他會寄信到你的E-mail信箱 就可以直接從買SOS的APP 下載PDF報告書 那這個我是沒有印出來啦 因為已經前一天晚上就還蠻趕的 就沒有特別印出來 PDF檔我就有先存在手機裡面 那有截圖 就方便有入境的時候 還有是機場登機的時候 可以給工作人看 最後就是要填寫入境檢疫系統 這個也是要在48小時之內做囉 那這個入境檢疫系統 其實就是線上申報 就是跟政府說你要回來了這樣子 那裡面會要填很多必要資訊 你的姓名、護照、號碼 還有你要進行居家檢疫的地方 那我是防疫旅館 而且防疫旅館 跟防疫旅館的代碼 還有防疫旅館的住址 這些很必要的資訊 那如果說你住家裡 有辦法一人一戶的話呢 你就寫自宅 那應該也要填一些家裡的資訊 那會有個畫面就是說 欸你已經完成線上申報了 這個畫面一定要留下來 我自己也是截圖 然後登機的時候 跟入境的時候都會用到 好那在入境之前呢 要做的事情就差不多是這些 我這次入境回來又拍一支影片 因為很多地方其實也不能做拍攝 我就盡量在可以拍攝的地方呢 把那些畫面留下來 那希望可以幫助到之後 可能要從日本入境回台灣的大家 那我的頻道呢 接下來有一陣子的影片呢 都還會是我在日本的時候拍的 大家可能會有點混亂 欸路將現在不是在台灣嗎 怎麼影片來日本 那是我之前拍的這樣子 其實這次要回來 我想說文當他自己人在家裡 應該蠻寂寞的 所以我們兩個每天晚上都會視訊 不然他自己人在那個家裡 感覺真的是蠻寂寞的 但是放心 我會寄很多吃的東西給文當 然後我現在在防疫旅館啊 每天55刻都在上網滑UberEast 嗯太開心了 台灣真的什麼東西都好吃到不行 看隨便點一個就美式炸雞 然後隨便看一下就當阿V哥 真的是受不了 怎麼會台灣的UberEast可以這麼好吃呢 我還為了這次要回台灣 買了一個方便攜帶的體重機 給大家看 登登 就是它 它超小台超好用的 我那時候就是去電氣行說 可以告訴我最新的體重機是哪一個嗎 是這個我就買了 但是它就是完全只有兩體重的功能 沒有體脂肪之類的 就是一個完全方便攜帶的體重機而已 而且這一次呢 在回來之前呢 我還去接了睫毛 有些比較濃一點 想說隔離之後出來掉的話呢 應該也剛剛好 然後我也把光療指甲卸掉了 想說讓指甲休息一下下 好那謝謝大家看我今天這支影片啦 這次回來其實光是在機場 防疫旅館都遇到觀眾 就真的很感謝大家跟我搭話 我真的很開心 就覺得很溫暖 台灣真的就是很有家的感覺 那希望在這陣子回台灣的時候呢 如果大家有看到我的話 也可以跟我講話 我也覺得很開心的 那謝謝大家來看我今天這支影片 之後呢 我會再上入境台灣的過程 然後防疫旅館我應該會拍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